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是一个否定句 有否定代词 否定性的代词末 所以我要放到前面来 第三种就是所谓 逼语放到动词之前后 用知或者是去复制 何焰之有 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知道古代汉语当中没有动量词 因此如果要表示行为动作的数量 就直接把数词放在位语动词的前面 因此我们今天说打一下 一下是表示打的数量 那么要放在动词的后面做 打一下一下是什么 中学语文教学语法体系把它看作补语 朱德西先生把它看作动量宾语 如果用古代汉语表示打一下 我们就说一击 打他一下就是一击之 好 这是这个磁序方面的差异 有的同学说我们中学还讲过定语后制 定语后制是一个伪命题 是一个伪命题 这个马之千里者把千里者看成是定语 是不合理的 而且很多学者没有注意到 马之千里者这样的现象 是到了战国时期才出现的 早期的汉语当中根本没有这样的现象 那么更多的是出现在汉代 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当中 所以从实践上来讲 把马之千里者看作定语后制是不合理的 我们还是把它看作是就是定中结构 马是一个集合概念 整体的概念 千里者是一个整体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马之千里者就是所有的马当中的那些 能日行千里的马 第三个专题是古代汉语的判断句 我们在讲文选的时候 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比较多的讨论 古代汉语的判断句 不用细词试 这个试在上古汉语当中 主要主要有两个词性 一个是代词 一个是形容词 就是是非的是 古代汉语的这个判断句 就用判断主语加判断谓语的形式 我山东人就可以了 不用说我是山东人 那么如果要强调这种判断的语气 可以用句末语词也 我山东人也 但是 是在上古汉语虽然并不是判断词 而判断词是 是由指示代词是演变而来的 王立先生最早对这个问题 做了非常细致深入的研究 在37年写成的中国文法中的细词里面 他认为这个是 那么用在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之也 这样的结构当中 因为前面 这个判断主语是一个禅述的形式 后面用是去复制它 做到知之为不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这样这种情况 那就是知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 假如前面试肤脂的成分短了 那就变成了细词试 这是王立先生的主要观点 待在读教材的时候 要注意 我们课本上非常明确地讨论了 像奶 急 故 粮等等 这些很多学者看作是细词的成分 其实都是副词 包括飞 不能看作是细词或者是判断词 好 第四个专题 在现代汉语当中 如果表示被动的话 我们一般的用被 如果是在口语里面 我们还可以用叫 用让 北京话里面还可以用给 但是在古代汉语当中 这个被动表示法 无论从语序上来讲 还是使用的虚词上来说 都跟现代汉语不一样 从语序上来讲 这个借词引出的诗试者 在现代汉语当中 要放在动词前面做状语 我被他打了一顿 被他是放在 谓语动词打的前面做状语 但是在古代汉语 这个借词引出的诗试者 那么要放在动词的后面做补语 参挂于墓 墓是挂这个行为的诗试 但是用语引出来以后 放在动词挂的后面 这是从语序上看 从这个借词上来看 古代汉语可以用语 可以用被 这个被子是东汉末年 才开始出现的 有的同学说 我们中学读这个 《虚言列传》的时候 就有中而见以 信而被报 信而见以中而被报 中而被报 被和见是护文 能不能说 这个被就是表被动的意思呢 那么我们说 这个时候 被的后面 绝对不可以引出失试者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看作一个 表遭受意的动词 被报 就是遭到毁谤 受到毁谤 这是关于被动表示法 第五个专题 古代汉语虚词 我们读古文 可能遇到最大的障碍 就是就感觉到 这个语气词系统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古代汉语用也 用以 用呼 用哉 而现代汉语 主要的语气词是 阿 妈 那 还有什么 其实 这些语气词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 阿和亚是变体 那么古代汉语的语气词系统 为什么这样复杂 甚至有的学者说 古代汉语不仅有 句末的语气词 还有句首的语气词 像扶为干 还有句中的语气词 等等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古代汉语的语气词系统 为什么如此之复杂 这个马年忠把语气词分成传信和传疑两大类 这个句首句中的语气词 在马年忠就已经 这个都狩猎了 所以对我们课本上提出来的句首句中 这些语气词究竟应该怎么看 大家一边读教材 一边自己思考一下 我们后面讲到的时候 主要还是来讨论 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要话题 就是词类的活用 这个问题大家中学就已经学过了 你们怎么理解词类的活用 这是一般的语法书里面 都会讲到的词类 词类活用的现象 好 始动用法是什么呢 始动用法又是所谓名词的始动用法 形容词的始动用法 不及无动词的始动用法 名词的始动用法 比如说 齐威王遇将孙宾 就是齐威王想要让孙宾做主帅 做大将 将是一个名词 是一个直观名 在这里是用作始动用法 形容词的始动用法 这个 顾木潭西小秋节里面 农夫与府过而漏之 漏就是彼漏 农夫与府经过这的时候 都觉得顾木潭西小秋很彼漏 匠人着论而小之 小之就是使他变小 不及无动词的始动用法 庄公勿生 经将是 经是吃经的意思 一般看作是不及无动词 经将是 使将是吃经 使将是受经 即无动词的始动用法 那么 战日 这个佩公从百余计 往见向王 从百余计 是使百余计 跟从自己 刚才李心同说 所谓词类活用 就是一个词 没有按照它本来的词性使用 而是按照另外一类词的词性来使用 我们姑且认为 名词的始动用法是名词按照动词的用法使用 形容词的始动用法是形容词按照动词的用法使用 不及无动词按照 不及无动词是按照及无动词的使用 因此都看作 词类活用 还说得过去 但是 又有极无动词的始动用法 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 对不对 而且这里 我们还有很多问题 没有解决 我们怎么知道 一个词 原本的词性是什么 我们怎么知道 一类词原本的用法是什么 大家说我们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怎么知道哪一类词该怎么用 这里实际上我们设定了一个前提 对不对 我们设定名词只能做 主语 宾语 如果他做味语 甚至还带上宾语 那这就不是他的本来植物了 这是阅味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大家看 好 一种用法 有名词的一种用法 形容词的一种用法 刚才我们讲了 做语法研究 先要切分单位 先要切分单位 然后给单位画类 因为我们讲规则的时候 只能讲类和类组合的规则 不可能讲一个词和一个词的组合规则 那样的规则就太多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划分出一定数量的词类 那么我们在划分词类的时候 这个大家中学都学过的 依据的是词的语法功能 所谓语法功能 也就是在句子里面充当什么样的句子成分 这样我们就有了下面这张表 一类词在句子里面充当什么样的句子成分 应该是固定的 比方说名词做主语 做宾语 做定语 做定语像木头桌子 动词做谓语 其实这个动词应该还加上一个做定语 死人活人这不都是定语吗 形容词做谓语 做定语 做状语 假如真的是各类词充当的句子成分是这样的话 我想我们研究汉语法就比较轻松 是不是 这个就可以根据一个词充当的句子成分 把类很轻松的就分开了 但是赵亚佳刚才说 我们必须要根据它主要的做什么句子成分 既然有主要的就是还有次要的 比方说这个动词在汉语里面做主编语 那是很自由的 杀人不对 杀人 杀人就是做主语了 嗯 动病次数也是动词性的 我坚持跑步 跑步做坚持的宾语 跑步是一项很好的运动 跑步做主语了